走群眾路線 讓我想到就是毛澤東 毛澤東認為說他大權旁落 但是沒有辦法對付劉少奇 他們這些人 所以就搞群眾路線 就是文化大革命的來源 就是群眾路線 就是毛澤東對於他自己的 共產黨的政治沒有信心 你現在民進黨 你現在要走群眾路線嗎 委員這也其實不是只有民進黨 在抗議的時候 不管是反年金改革的時候 或是我們五英九遊行的時候 你剛才說的話 某種程度來講 你就在鼓動的群眾 在臺灣的不是民主社會 這樣子啦 講完這兩天在議會講的話 我是覺得他講得相當不錯 我很高興國民大後期自秀 像他這樣很正派 而且很認真的 他講了一例秀的時候 在立法院 就是勞基法修 勞基法 民進黨的主席怎麼幹 委員會主席 直接把條文唸一遍 馬上送院會二讀三讀過 這個我記得 這引起很多殘疑 你先讓我把他講完 立法院會的話就是這樣 那我要講一件事就是說 你們說這件事情都是黑箱作業 院會這裡面有專案報告 工廳會開了三場 而且朝野協商 你朝野協商說 如果民進黨覺得你有意見 你就說那我提出這個要求 我們工廳會再來開兩場三場 我們找學者 他們一起進來 大家參加辯論 你民進黨沒有提這個要求 所以專案報告完了 生產工廳會完了 朝野協商結束了 你認為應該怎麼處理 你要讓他一事無成嗎 因為這個所謂的藐視國會 這樣一個法律 我跟你講美國有 美國的比臺灣還嚴苛 日本也有 英國也有 幾乎所有的民主國家 都有藐視國會法 那為什麼這個時候 游英龍做這個民調 我認為是很確實 我認識他這個人 他是基本上是個正派的人 他做這個民調 大家就支持這個嘛 多數是支持嘛 為什麼會這樣 就你民進黨執政在八年以來 你們看看你們的官員是什麼的 我經過 我在立法院的時候 我經過李登輝 經過陳水扁 經過馬英九三位總統 不管民進黨當時的執政 或是國民黨當時執政 我們也看到國會的政務官 這些官員出席立法院的政務官 是如此之囂張的 民進黨政務官是如此囂張的 對不對 你可以 你可以國會這個 藐視國會罪 你可以舉罰我啊 這是吳釗燮講的話 他明明知道這個法 還沒有通過 他講這個話 就是非常的傲慢 他是無視以立法院的尊嚴 之存在 所以就是你們的官員 什麼叫反質詢 這不夠清楚嗎 人家在質詢 質詢你的時候 你去反擊人家 而且你反擊的非常沒有道理 這當然就是反質詢嘛 所以我認為任何的民主國家 先進的民主國家 都有國會 藐視國會法 為什麼台灣就可以不要有 第二個 現在還有誰在走群眾路線 還有誰在走群眾 你是執政黨 你沒有能力解決問題 你走群眾路線 你說群眾路線 是不是這個 是他們自中自發 那我請教你一下 是誰在請立法委員吃飯的時候說 要反手圍攻 你不是發出心號嗎 革命的心號嗎 第二個是誰講 在國會這個藐視國會法表決的前夕 是哪個人出來講說 這將是史上最大的衝突 誰講的 柯建民講的最大衝突啊 你就是預示著會有衝突 而且顯然你是樂見其成嘛 要不然怎麼講這種話呢 這話是鼓動立法委員們 去鬥爭 尤其民進黨立法委員 勇敢向前對不對 然後也鼓勵你們到國會外面去集結 就這樣子啊 也許這些上街頭的人民是自動自發 也許他就是一般的公民團體 可是當賴清德總統 以民進黨黨主席的高度講出來說 謝謝這三萬人 在立法院外頭的群眾的時候 這已經變調了